Hello大家好,我是威爾 有人問我怎麼學菲律賓話最快 這邊先說一下我的情況 我的菲律賓話Dagalog都是自學的 雖然不像他們本地人這麼專業 但是呢 應付一般的社交場合基本上也都是足夠了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語法上面可能不會那麼準確 非語也是有語法的 例如說你吃飯了嗎? 正確非語應該是 如果我們來按照他們 他的順序翻譯的話 他的順序就是 一般華人會把它說成 但是呢如果你用這樣句 菲律賓人一定也聽得懂 語法的部分可以靠日常的對話來 慢慢修正 日子久了你講多了自然而然就會慢慢修正過來 就會講的相對比較完美一些 即使這樣語法不是非常正確 但是其實菲律賓人都還是聽得懂 只是可能他們 有時候聽起來覺得比較便扭一些而已 眾所周知現在在菲律賓這邊啊 他們的中國文化已經在這邊很普及了 很多菲律賓人啊都是比較了解中國人的 甚至呢有大部分的菲律賓人啊 都還有在華人的公司裡待過 他們也 比較相對熟悉 我們中國人在說的一些中國式的菲律 中上所述啊我覺得 要學好菲律 有一點比較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先學好 詞彙 從一開始啊 一個單詞一個單詞 慢慢開始學 然後就是我們周遭的環境 蠻重要的 指的就是 我們周遭最好都是菲律賓人 這樣學是最快的 你想一下如果你在菲律賓這邊 那你周遭都是中國人 你們日常的對話 也都是一樣用中文在對話 那要怎麼寫得進去 在我知道的啊 很多中國人啊來這邊菲律賓的中國人 來這邊甚至五年十年的中國人 很多都還是 菲律一竅不通的 這種例子真的是多了去了 我看這種情況 他們大部分 就是因為來菲律賓之後 平時還是一樣說中文的比較多 假設你的周圍都是菲律賓人的話 那即使你 不太想學的話 也會逼自己強迫自己去學 因為 我們都想要讓別人 更快的理解自己的意識 自己的想法嘛 相對的 這樣學起來反而是最快的 以前啊 我剛來菲律賓的時候 也是啥都不懂 英語也比較差 當初那時候是在一個親戚的店裡打工 記得那時候 剛到馬尼拉的時候 沒幾天 他就把我再去 去比較偏北部山區的地方 那邊的中國人啊 很少很少 比我現在在這邊待的中國人 還少太多了 他的店裡啊 幾乎啥都有賣 就是雜七雜八的 有什麼五金啊 雜貨類的啊 什麼衣架 幾乎都有賣 當時呢我還記得 一上山的時候 他就交了我一句 中文就是 然後就跟我說 如果你遇到有什麼不懂的話 你就指著這個商品 然後 問菲律賓人 他們就會告訴你 之後他就 自己一個人 回去馬尼拉了 留我一個人在山上那邊 我待在山上那邊 差不多 三個月左右 就基本上 可以很流利的 用菲律賓話 跟當地人交流了 真的是超級快 那時候基本上就是 逼自己去學 天天身邊的人 都在跟你說菲律 說真的 你想不學會都很難 還有啊 如果有條件的 可以找個當地的 男女朋友 這樣也是 可以學的挺快的 對學習菲律 也是有挺大的幫助的 畢竟啊 如果你們兩個人 一起交往 你們肯定也是希望 多互相了解 對方一點吧 從而更深入的 進行交流吧 再來就是 理解菲律的 發音 輕音變重音 重音變正音 菲律賓這邊啊 他們因為發音的習慣 很多發音 他們都會帶到英文裡面去 從而呢 也導致很多 比如說在國內 英語六級的人過來這邊 結果卻完全 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那就是因為他們 比較不理解菲律賓人 他們 大部分人的 英語發音 除非他們菲律賓這邊啊 是特別有在 專業去學 喂喂 除非是那種專門去學英語的菲律賓人 是那種專門去學英語的菲律賓人 他們講的英文就會相對來說比較標準一點 所以搞懂他們的發音邏輯是非常重要的 這裡舉一些例子 例如啊 T 我們是讀T 但是菲律賓這邊卻念 D 然後像是D的話 我們是念D 對吧 但是菲律賓人他們這邊就是會用那種正音 D 就是有點 感覺 嘴巴有點震動 喉嚨有點震動 D 不是D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出這種差別 以詞語為例 例如說 Ga in 吃飯的意思 正常我們看這個單詞 應該是會念 Ka in Ka 但是呢 菲律賓人他們就是 會念 Ga in 輕音會變成重音 所以他們是念 Ga in 還有一點呢 如果你的家鄉話是福建的閩南話 那也能學得比較快 畢竟菲律賓里的華人應該最多的 我覺得可以算是 福建 泉州 近江史詩那邊的人了吧 他們那邊 就是很多 在早期都是 過來菲律賓這邊做生意的生意人 所以導致 很多文化也是從 他們那時候流傳下來的 導致很多菲律賓這邊的教法 其實也是 學著閩南話來說的 很多都是超級像 比如說醬油啊 像我們 我們廈門那邊 我們是講 在菲律賓這邊 他們的叫法 就是叫 Douyou 叫法是不是很像 發音也是很像 韭菜 我們家鄉那邊叫 菇菜 菲律賓他們這邊的叫法 是叫 發音是不是也是超級像的 類似這樣的例子 還有很多很多 但是呢 其實這裡面 有一些也不算是 非語 只是因為之前跟著我們那邊 念所衍生出來的叫法而已 在菲律賓這邊啊 還有很多時候啊 他們在講菲律賓話的時候 還會用一些 英語來代替 我相信很多看過 經常看我視頻的人 都會發現 我們在講的打卡龍之間 也有很多 參雜的一些 英文啊 之類的 原因呢 有很多 有時候呢 是因為菲律語 它沒有 這個 菲語的單詞 有時候呢 則是因為 有些地方用英文來代替 會比較簡單 比較便捷 例如啊 我想念你 它的菲語是 念起來是不是超級長的 那像這種時候 我們就會直接用英文 I miss you 是不是快很多了 還有的時候啊 則是看心情 隨便要用哪一個 其實都是可以的 例如 蝦子啊 它的英文是 然後 它的 菲語是 那 平時我們在講的時候 比如說你講 或是 也都是 沒問題的 菲律賓人也 全部都是 聽得懂的 還有像是 魚啊 魚也是 菲語它的 叫做 Isda 英文是 Fish嘛 平時我們在講的時候 也是看 看心情 看要使用哪一個 其實都是 沒問題的 那類似這樣的例子 其實也是 還有很多很多 這邊就不一一舉例了 總結來說 我覺得要學習 菲律賓話 環境 是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以上呢 所講的 不知道你們聽起來 會不會亂亂的 那如果有經常看我視頻的人 都知道 其實我的表達能力 不是特別好 但還是衷心的希望 這個視頻能給一些 真的想要學習好 菲律賓話的人 來說 有些許的幫助 好了 那本期視頻就到這裡 點擊關注不迷路 你們的點贊 轉發 評論 是我更新視頻的動力 那 下期再見囉 bye